每種動作要做次數1至5下就足夠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燈 今天的話題是說鍛鍊肌肉運動 一個年紀大50歲後肌肉流失得很快 所以肌肉一定要做運動去鍛鍊 鍛鍊肌肉是必須的 而怎樣做到好的鍛鍊就是關鍵 50歲後的朋友怎樣可以增加肌肉的影片 如果大家未看過可以重溫 我今天主要是重點講怎樣可以令到 長者的肌肉容易增長 其實是不容易的 而我們怎樣為之有肌肉的話 就不像我朋友看到我一燈你很瘦 但我叫他們捏一下我的手腳腳 他們會捏得出我是有肌肉的 不可以單憑一個人瘦就是沒有肌肉 一個人很胖很大隻就是有肌肉 不一定個個都好像阿樂書說辛力啤 才叫做有肌肉人 有很多高手比如攀石的高手 他們都是瘦瘦瘦瘦瘦瘦大 都是充滿肌肉的 有些做街頭健身的朋友 他們都是你不覺得他很大隻 但他真的很多肌肉 因為他很有力量的 相對你有見到一些很大隻的人 但他的身體是脂肪來的 沒有肌肉其實不算是肌肉 分別就是這裏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有些影片是自己本身的工作 攀樹工作每晚都攀十米八米之外的樹木 所以我長期都有肌肉的工作量 所以有沒有肌肉的話 視乎你肌肉的纖維數多不多 當然我自己還有很多做過空間 有肌肉的朋友其實很明顯 他做一些運動起來真的有力量 所以如果沒有力量那些 你看到他很大隻那些 沒有力量那些其實真的需要鍛鍊肌肉 增加肌肉的話是不需要很多器材 在家裏都可以做到的 尤其是長者可以買一些橡筋帶 我這條也算是粗一點 你可以買紅色那些比較幼 長者可以坐在這裏都可以做到一些訓練 做拉伸的動作 你看不看到大家 先提高這隻腳 放在地上做也可以 可以用到這些普通的工具 也可以做到增加肌肉 例如膠瓶 我用這些安全水瓶 也可以做到一些很簡單的肌肉的鍛鍊 不用重的也不用做得很長時間的 一般我們做五下至十下都已經很足夠 好那我開始講關於怎樣可以增大肌肉量的方法 最好就是胸肚做運動 早上最好不要第一時間吃早餐 最好就是做運動先 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是做一些重訓 怎樣重訓呢做運動是很廣告的 不需要做長時間的 我們不是做那些大樣運動 當然你可以做一些大樣運動 但如果你是針對增加肌肉的話 我們是專講增加肌肉那一部分 即是跑步那些另外你自己喜歡做就做吧 但如果要增加肌肉的話我們做兩種動作 其實是重量的訓練 一些肌肉的重量訓練 其實就不需要太多做 譬如掌射壓我們做一至五下 做一至五下就是要一些自己覺得是頂不住的那種五下 我只可以做到五下 做六下都做不到那種重量 那怎樣去做呢 如果你這樣做我可能做了三五十下都做到的嘛 所以我就要增加重量 譬如我會拿一個背囊再放一些書 就增加重量可能增加20公斤 揹著背囊去做掌射壓 真的做到五下第六下做不到 那就叫做適中了 這個是第一點來的 第二點這個五下的動作 重量運動就是用來增加你的肌肉的力量 增加你的肌肉的力量 而第二個做法就是要做十下 就是要調控到你做到十下掌射壓 七至十下 第十下都做不到的了 這個份量就是可以增加到令你的肌肉肥大 肌肉肥大的一個幅度 我有幅度給大家參考一下 總結一下其實做運動真的不需要花長時間 鍛鍊肌肉的運動其實真的不需要花長時間 鍛鍊肌肉的運動其實真的不需要花長時間 一般我都是做十分鐘之內已經足夠了 如果在家裏做的話 可能坐一會兒我又做一會兒 坐一會兒我又做一會兒都可以的 其實最主要都是這兩個方法 如果不夠力量的朋友 就盡量做那些次數做五下 做到第六下已經受不了了 如果有這樣的重量去鍛鍊的話 他就很快會提升到他的肌肉的力量 而長期做七至十下那個 就是鍛鍊你的肌肉增長的 變大塊一點變肥大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要增加肌肉的話 其實是著重於這兩種方法就可以了 可以在家裏鍛鍊自己多一點 肌肉量就會慢慢增加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不常用了 簡簡單單大家容易明白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請記得點贊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有其他健康的資訊再分享給大家 我們下次見拜拜